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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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来的话还是持续的卡点 不过我们印象当中之前 率领了汉宫战队 在比赛当中打法是非常慢的 但是他们这个赛季CFS 就我觉得节奏会比以前快很多 有的时候他们现在就秉承一个 就是说我抱团跟你打 用枪法来跟你做人数呼唤之后 来给你拼残局 现在可以通过这次比赛来看的话 其实在打到尤其是这个2打2 1打2这种残局的时候 这种节奏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是 选手们会体现出的就是非常多疑 但其实就是就相对来说比较靠嘛 这个确实让都秉承了一个 第一时间绝对不让对手知道我在哪里 那我们来看一下 走廊抓一个屎机这边桑尼 是他的 二楼这边的冷冷是 就是居了安可一枪铁 没错 那这样的话宝斐是 迅速转点来到了一门 对 必须给了足够大的压力之后 这边A区的一枪就要找一下 这个小黎的麻烦 小黎的手感很好 拉出来一换一 换到了两个 这边A大如果下的话 这边其实补得很快 摔方先击杀掉了一个 自己吃了一只闪烁弹 蓝点上的嗨嗨也收掉了这边的大米 紧剩这边的弹起的安可 绝对的优势直接带走的安可 一旦是把动作做足了之后 而且受挫了之后 他其实另外一个 弱侧这两个点 两个 就比如说两个火力点 他立马就是很坚决的会去做动作 看这波一二门的一波 其实加三个管道 三个管道 一个手雷带 与同时这边保卫者很坚决 直接选择大踢了一波前顶 远远的抢后非常的成功 对 没想到 这边老干爹十分坚决 直接就是要吃你的这个 拳底的位置 抢下第二门 但是两个保卫者 也是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现在下了C4之后 三米前步者可以让枪择 直接对于远远 手房跟这边黑屋的交叉火力 但是直接拼成了一个一打一 跟安可 可帅锋这杯血量太残了 还是安可把枪稳住了 加油 刚才这一分的话 其实一二门的突破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成功了 对 无奈这边WE卷底没有顶住 因为他们A大其实做了一个 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就是两个人直接前顶A大 想把这个位置 一旦就是说卷底这个位置不失手的话 其实这个A大的位置 跟这个卷底形成一个交叉火力 对 直接把这个网干爹可以加在一起打 那一般这张地图的话 A包点其实放一个人的这样的战术比较多 重防下A控跟一二门的位置 但是A包点这个人的压力就会很大了 一定要枪法非常的刚硬 这冷冷 哎呀 很滑 终于上了管道 这样的话架在管道这个位置 直接解放了一下 解放了一下管道的压力 让两个机枪在A控和卷底的位置 来互相补枪 咱们来看一下潜伏者 这边作为潜伏者来说的话 第一时间没有发现一个G的一个动向 这个管道就看了 想不敢随便钻了 嗯 杀了一个身影 因为一直没有听到这个 G嘛 开枪 包括也没有排查到 这个狙击手到底在哪 这边管道还是 不能随随便进的 包括B根石也不要随随便进 这边小黎 有小黎的卡点 这边就是直苗烟 是 哎这颗雷 炸掉了一些的血量 小九的位置似乎是想过来 砍一下管道 那这样的话 A大楼地井到位 应该是要配合一波A大进攻 对这边A大要打 管道冲被伸 管道直接下来了 无难顺势 可以摸到中段 看一下 这边是打掉了紫龙 掉到这边直接跑 因为管道这边其实有无难 来帮他断的 C4是成功带到了这个H 对 没有问题是回防战了 但主要是 这个管道小九的位置啊 对这边还在找 因为现在不知道 无难到底是在管道里 还是反驳了一些位置啊 这边打了两个 非常出色 关上科尔特 而且观察到了 最后两名保卫者的位置 似乎这个手枪 也是打掉了 桑尼一半的血量 那这样的话 这一波全体 小九完成得 非常的出色 安可这个位置 埋头 听声音 拿出来一波 一波 剩下帅风 时间啊 这个C4的时间 非常的紧了 两个人在卡时间 一个第一关 一个第二关 你看到这两个潜伏者 这个拉的声位非常好 将安可包在中间 这样的话 安可背身不保 直接被打掉 对 像这样的残局处理 就是要么就是一起拉 而且拉一个广角 尽量形成就是说 二打一的一个局面 或者就是说一个一个漏 因为其实离包 这个C4爆炸的时间 已经所剩无几了 对 所以说你看到 安可的动作 就直接冲到了A大楼梯吗 这个其实在汉宫时代 我可以看到 W还是 就汉宫时代的时候 他们经常一波战略 你会发现 他们的这个战术 非常的细腻 战位就很兴致 就看到Sony 走廊这边多一个前顶 配合这一二门的前顶 但是这边 很明显的是老干爹的架枪 更稳一点 可是Sony这边要 实际在外场 面临着是1V3 但是子弹 好像不是很多了 看一下安可 在等子龙 自己的位置也不错 但是也是被安可打掉 3比1 这把的话 W就打得非常的主动 选择了走廊的 走廊配合一二门的顶防 对 其实经过这几天的比赛 先从老干爹的一个应对方针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很熟悉 WE的一个打法了 这个就是 尤其是说 比如说像乌南 包括这边的大米 之前也是有效率过这边的汉宫 他们现在很清楚 就WE的一个打法 不过人员变换之后 很明显感觉到 WE就是原汉宫的升级版 他们这个打得会比原来更加的细致 而且很激进 是他们之前在上个赛季打CFPL的时候 赛宫采访也有说过 就说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战术 但是苦语有一些因素 打不出来或者不敢打 对 终于这边 拳拳 冷冷是在拳底 这个位置是拿到了 这边老干爹的手杀 是杀掉 这边的举手掉掉 现在是一个四打五 阿里做个安可 想过来清一下冷冷的点位 但是被冷冷又打掉了大名 两人送的位置 这些还是非常占优 虽然强吃掉冷冷的位置 但是必须还是不好进攻 对 已经变成两个残血的状态 看一下老干爹 这个残局将如何应对 血量并不是很充足 这边基本上是无难来爬到管道前点之后 两个人直接给一条下A 这边直接跳了下来 而且还直接击杀掉了 这边A控的一个保卫者 但是并没有伤到 摔风一点血量 那这样的话还是个二打三 劣势也是非常明显 对 而且WE的选手也是知道 这边剩下的两名老干爹选手 是残血的状态 昨天在A包点看一下这个手雷 当你也在不确定 A包点究竟有几名潜伏者的情况下 这边还是要来查一下点 紫龙这边想偷个背身 但是被Sony这边非常的激紧 回头打掉 剩下Anker 1v3 这个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已经 这个C4下的已经很细节了 下了个A大楼梯的C4嘛 但Anker在A大楼梯虽然说有掩体 但血量太少了 对 好 我们看到比分 来到了3比2 只相差1分 上把的话也是W在开局冷冷的狙杀之后 有一个人多打人少的优势 还第一时间还拿下了一个残局 还想通过冷冷这个点啊 这个建立起人数优势 那又是来到了管道前点去加局 因为其实在国际服这个版本啊 现在管道这个点 其实很多队伍作为保卫者的时候 都喜欢反应 在管道里 比如说拿狙或者说是 拿出这个克尔特这个手枪啊 这个其实潜顶的效果 经常能 收获奇效 对 带来意外之喜 看一下吊吊 过来排名一下B2层 二楼嗨嗨嗨这个时机 双方都看见了B4 嗨嗨溜了 退防到了B包点 在不确定狙击的情况下 先封一个烟 再挡一下 这个观察更衣室的一个视野 可B包点现在是个上下交叉火力 桑林的位置的话 一般不会第一时间去搜他这个点 这样的话 其实更衣室 第一时间 给予的压力已经给到位了 看一下后续 这边应该是要对B区做一波进攻了 但是我们看到 一号位的保卫者 现在已经渐渐来到了A控 再回防B区也会非常的及时 对 走狼要配合这边 四个人的正面 看一下老干爹这边正面火力 三点下也打掉 桑林这边空降的时候 并没有控制性的枪 这个道具给的也很关键 所以说冷冷去杀掉一人 但是现在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了 四打二 重点就要看冷冷这个超后了 能不能来得再快一点 C3放成功 能冷这个位置 其实正面 B包点是能看得到的 其实都是占了一个包点 包括黑屋的里侧位 对 安可这边是退到了小黑屋 狙杀掉一个 一个走廊一个黑屋 正面 子龙是打掉了小梨 双杀 自身的血量 68滴血 面对子龙 换出了自己的狙击空中枪 哇 其实空降狙非常考验他的准度 因为空降的时候狙击很难打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 怎么讲搞笑或者滑稽的一面这个 他确实啊 无助一致的想用空中剧啊 最终是在空中的时候被子龙打成一个残血 直接摔死了 那这样的话比分来到了4比2 这一分的话潜伏者在进攻 这个B区 4-1包B 打的是非常的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正面在进攻的时候 其实走走廊的无难啊 给他很大的压力啊 他闪光扔得非常 闪到了卷底吧 对 闪到卷底 这个A空第一个回房的这个人 对 应该就是帅风 所以当时帅风也没有太好的输出环境 那这样的话 这一分看一下 上来又是个4打5 有点难受啊 已经有几把了 就每次都是上来前面这被拘掉一个 其实这边WE啊 这一直都是在找这样的机会 就是想第一时间通过这个拼 就是拼枪啊 想把这个人数优势建立起来 前面几句有几句就是拼枪没拼过 包括因为这个 冷冷 这个是其实是在侦察管道嘛 还说就跳不上去 就是没跳上去 好吧 没有还还反手没跳上去 这个还趋到了A门外的调点 强势万尊 3打5 对 这个时候老干爹就挺难受了 那保卫者的防守依旧是跟前几句一样啊 就关键的点位都有 所有力量去争防 全体先做了一个一换一 要么这边还有一个安可 好 这就有没有发现 卷底这边先 走往这边先挡了 打米奇葬命 4v3 这下亚们的潜伏者就没有办法再进攻了 可以看到we在一上来拿到人数优势之后啊 这个 这个 得分率还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说他们也是很清楚自己的这个打法跟战术意图 那反观一下 这招手的吊吊 吊吊现在就相较于冷冷啊 开局建立的优势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对 现在手感还不是特别特别好 我也发现 这个保卫者其实在这个防守上还是比较 稳妥的一些关键 就吊吊架的局基本上就不会漏点 嗯 那导致吊掉其实也是没有很好的去看到人 这波看一下小莉 秒到了第一个人 在没有投掷道具的情况下 这个阶子的一个闪光弹 这个阶子最终还是没有让 看一下第二波的这个正面拼枪 这个阶子还没有抬头 哎呀 直接形成了一个 一条线的一个状态 对 人数互换之后变成了一个2打2 嗯 看下达米和安可 对 面对的是冷冷和海海 第三号成功 冷冷这边是举了一颗道具 这边正面 我看一下海海这个直接秒掉 而且正面这边冷冷架枪架得非常稳 直接将大米打掉 大米其实在队友已经被打掉的情况下 自己一定要强吃冷冷这个点 否则的话等到石不坡的保卫者下来之后 他就会形成就直接被包夹嘛 对 就是说刚才主动出击是完全没有问题 无奈冷冷这边枪杆实在是太好了 而且也不得不夸一下 这边其实海海在正面石不坡 秒高点也是非常的精准 那这样的话 比分来到了上半场的最后一分了 上半场目前的数据 我们看到WE是三名 保卫者都是八个人责路障 前面这边的话 明显安科的手感非常的火热 9-6 WE很清楚 就是WE很清楚 就是说老干爹这边 就我拼枪的话 跟你拼枪 我们先看一下架胳膊 还是架掉这边冷冷 对 从上半场一个对决来看的话 这边冷冷啊 还是更胜一筹 有点压制这边的掉掉 在一二门的位置 那大米这边也是打掉了 B跟时的哈哈 现在的局势是三打二 冷冷这边 拘掉了一个 我意识到你在A包点有人 帅锋也在 帮他腿去带包 去B包点下包 但是这张地图因为比较小 所以保卫者回防卷顶的速度 也是非常的快 安科一打二 两名保卫者包团 目前血量非常的不错 安科血量只有36滴血 CCI棒成功 二打一做好补枪的话 这局就很大概率就可以拿下 对 冷冷这边也是 换上了AK 那这样的话两个补枪 回防的胜算会更大一点 看一下看到二楼这边 看到两个 一个 先秒到第一人 这边安科 主要冷冷刚才是不是扔了一颗闪光弹 但其实这个包稍稍有些被动 这个位置 不过这个时间的话还可以讲 这个包很被动 哇 哇 他其实 安科如果下了个四面八方包的话 其实这个包就不可能被抢拆 对但是他在下C4的同时 他这个在B区下C4的时候 他不太敢下这种四面八方包 是 就有点担心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保卫者从卷里拉出来 对 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偷包 对吧 不过他的思路还是挺好的 很可惜这个三军没有处理下来 对 上半场5比4 那这样的话上半场是由 这个 呃 we 领先了一分 上半场的话会简单回顾一下冷冷 这边是 呃算是 带飞全队吧 然后包括嗨嗨啊 包括小黎 在自己阵防的点位也算是非常的强势 对 都是有很精彩的这个发挥 嗯 双方攻守互换之后 下半场的话 we是潜伏者方进攻 LGD是保卫者一番防守 考验一下保卫者这个劳干爹的一个工地了 保卫者上来的话对BGN时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潜伏者的话下半场第一分应该是按常规来说 先慢卡试探一下对面的防守阵型 双方都是卡点 对 就看你正面是不是要拉 注意下冷冷的位置啊 三号位 呃 在飞加架一下走廊 架架一大 架一大 嗯 这个在三号位拿去看一下这边A大会不会第一时间 有机枪或者是G来排查到A 对 来排查一下A门的位置 而且也能及时的去补外场的位置嘛 对 而且这个二号位 A门啊 如果这边冷冷一说 这个有人顶上来了 他这个位置也可以开枪 对 再做补枪 是的 吊架一大门 吊架一大门 这边 这边老干爹 等了很久 W1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 就连一个道具 这个 都没有投掷 一分钟了 张地图比较小 所以说 开局 先扣一会点 再转点的话 时间也比较快 哎 要门的位置 先秒掉 卷底这边的 掉掉 于从时 这边A扣 无难 以及卷底安可这边补枪来的非常快 是的 稍微当你 这次打了 只能打一个 看到了子龙就知道A宝点没有人了 这边 还还从 第二楼 强行突破 这个其实很尴尬 因为就时间不够了 因为冷冷这边 还要去一二门去捡包 他其实刚才 如果说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话 他可以第一时间直接抢一包点 然后再叫嗨嗨 但是这个C4一掉了的话 就一定要顾忌一下 对 为了拿这个C4的话 也是丧失了很多的血量 时间还有15秒 必须要到A包点下包 但是A包点的话 子龙已经回防到位 直接打掉 只剩嗨嗨一人 而且时间不是很多了 这点失了一只手雷 又是子龙 那张花下半场的第一分是由保卫者成功守住 果不其然这两只队伍打的有来有回 我就发现 自从进入到这个八桥赛的话 大部分的比赛都打得很胶着 都是大比分 其实现在队伍啊 一个是就是 其实都基本上啊 这个在打一些对手的时候 很容易碰到自己以前的队友 是的 而且在一个 很熟悉啊 确实现在队伍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啊 确实小了很多 没错 比分来到了5比5 其实第一分打下来 WE这边就是说 最难受的一点就是他们其实这个一二门啊 是一个走了很多人的一个位置啊 但是这个点没有 换过 没有突破 突破过去 对 留了一个狙击手 跟一个打单点的嗨嗨 这个就比较难受了 那我们看到这一把的话 小九是从A控 横拉了出来 直接被冷冷打掉 这边冷冷在加入WE之后啊 有些打这张地图啊 这个在卷底以及这个A门外的这个G啊 就一二门整条这条线 这狙击啊 确实发挥十分强眼 是 那今天比赛地图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第一张地图潜艇 第二张地图异域 对于这两支队伍来说 小组在包括这个淘汰赛的地方 都是这两张地图打的是最多的 对于这边是打掉了 打掉了小离 哎终于在一二门 嗯 无所见数 是的 这点已经不止一分钟 看一下应该要暴毙了 但是B包点是个重方案啊 而且这边其实是把A包点直接放空了 看一下 而且 冷啊 掉掉在这边 黑屋的位置已经观察到了WE 而且掉到这边也是单据完成了32 谨慎冷冷以及帅风 嗯 嗯 35秒左右的时间 二维4 很无奈 只能回头来去 找 进攻A 找下A去 过点的话 不知道子龙刚才有没有发现A门过点了 看一下A包点 两个人还是一选择了一起下 怎么着都要花10秒钟过来排盟下A包点 其实是没有人的 对 因为就是老干爹这边就是人多打人少 还是 抱团呗 抱团打回房 看一下外场 哎 现在打一个外场也听见 秒了第二个 自己被打了侧身 剩下我们 帅风 一秒 对 高斯也有 这边屁股至少有一个 那你真别说帅风有这个能力的 主要C4也下了自己的位置挺好 两个都看见了 看一下 这次半血 呀 是被 我们吊掉换上了步枪 抱团带走 虽然这一波是二打四并没有成功 但是刚才棱笼在A门的发挥 我觉得非常的出色 没有办法 从前男弟四手嘛 是 因为这边老干爹很明确 我这个直接从大T准备就是私人一起回房 对 就棱笼那个位置其实是 一定会被打掉 因为被身已经漏了嘛 打两个已经是超神发挥了 是 再秒三个呢就超神了 那对于保卫者来说 刚才的那种就是回房的路线选择也是非常的正确 一分来到了5比6 看一下这一分 这一分的话防守上 保卫者是B跟时形成了一个上下的交叉火力 对 然后三号位的调调是在B2楼的位置 反架一下走廊的位置 这把是也是一个重B 来到了下半场 我看W作为这个潜伏者啊 好像打了两把A了 对打了两把 一把一二门一把A大 对这边A区 老干爹现在就是觉得 也许现在打我的A区不太好打 我这边 逆向思维 中一把B 看一下这个位置 冷冷 有没有意识到 先顺一个 后面的补枪 不太敢补 对 双方都放弃了补枪的念头 主要哈太这个位置如果拉出去的话 很容易被B包点的也打掉 那对于刚才B跟时的保卫者 你不敢拉 不知道你后面跟了几个 对 如果他旁边还有一个队友的话 相信他就应该会拉了 对 就会拉出来 再张花4打4 而且再看到这边其实 对手的拘手 这边吊吊还存活的情况下 也不是特别敢拉太大身位 嗯 十分紧慎 现在还是要清一下尊师 B2楼这边吊吊 是被反杀掉了 是的 安可的补位 在黑窝正面吃闪 配合着无南在选顶的位置 高点直接被攻站下来 3点下也被清掉 一个2打1 没错 撤下齿龙 齿龙拉到3点 这位置太被动了 三星部掩体很好 但是没有办法 两个人形成了交叉火力 果不其然 6比6 这个比分我觉得是很难拉开了 双方队伍的话 比分是最多相差两分在2比4的时候 确实很纠结啊 对 其实不同于这个WE的防守方式啊 这个老干年还是基本上都是打一些这个默认 不会去主动跟你去拼枪 下半场好像顶防是没有过 对 没有顶防 两种不一样的保卫风格 对 W1打了下半场的3分 还没有进行过快抢 或者说是快速的一个 嗯 今天基本上都是去在卡点 对 今天W1在打这个小组赛的时候 阵地战就打得非常的好 我说都面临着SV跟这个 面临着这个苏宁跟秦舅的时候 就总是能够轻松的形成多拉倒这个局势 对 其实这场比赛的一个胜者啊 将在这个 最后抢这个门票的 战斗当中将遇到下一轮比赛将遇到白沙 真别说啊 剩下的队伍再去捐这个名额 有点残酷啊 是非常残酷 因为我们这个赛事就是要最大化的避免冷门嘛 对 一分钟的时间节点 这边应该是要配合比根一时 131的一波进攻 而且这边单点是冷冷 吃到一颗道具 看他这个位置能换掉几个 进下方枪 哎 换掉第一个 但不够多 安可拖住了一个 顺下摔风 这一波的话 其实冷冷在一二门的位置 一换一算是 能接受 但是走廊的进攻 还是 显得这个 薄弱了许多 对有点受挫 而且这边无难的一个从A控 拉回到卷底的补位也非常的 及时 对 而战华 打了一个131的配合进攻壁去 然后来到了6比7 下方 摔风先被打成了一个残血的状态 看看要不要找一下自己的居首换下枪 进攻 把这一条 就是以内野野派的 加竟然有两个人 还在这一条 inc。 因为战卷的 这一条 战卷的 我说 就是有抓着 在两个人在全面打前面没人之后 立马就是进行了持续的跑防 是 赌方一二门配合B区 这边其实WE的主攻方向是放到了H 你看保卫者他这个人员的这个调动啊 非常的频繁 对 这边子龙打响第一枪之后 就看吴南帮的糊涂了 哎呀 子龙刚才贴了一下道具 这边帮的稍微有点慢 直接被锁在了十步波 但是大米 就还还持续做了个二画画 仅剩吊吊一人 下来 下来个C4 EV3 EV3的话下C4有点难度 因为这个子龙在A宝点这个位置啊 第一时间 我觉得我能理解 他想切一颗闪光出来 他这个闪啊就是 最好的就是A控的这个队友 能给他扔出来 因为他有的时候扔这个正面闪 他自己也会闪 就是他刚才应该有零件几秒的时候 就那个战机 直接就导致他被带走了 没有开出来太多枪 所以如果第一时间观察不到的话 其实第二时间 这个A控的一个回防将会异伤的困难 来 这把外场顶了老干爹的一个主动囚变 小九这边是顶到了 外场这边掉掉先打两人 也发现了A门这边小黎再收一人 三打二 但是其实老干爹这边安可 也是一个异地血的一个血量 所以WE来说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外场这边 帅锋一个人就拉了出来 胜仨冷了 详细简胞 冷冷有没有想到B控 还有一个 左手的无难架枪架得非常稳 那这一把的话 也是保卫者主动求变 选择了一个B控的顶长 一颗闪光弹闪到了三名潜伏者 直接逼退 抢占了B控 辐射外场 那这分拿下也是非常的成功 7比8 又是这样的局面 在这两天的比赛当中 经常可以看到 WE跟自己的对手 经常就是说打得难舍难分 但在关键时刻 就会突然地被对手 比赛的一个主动权 掌握在对手的手 是 保持比赛实力 看一下这一次了 已经很关键了 因为这场比赛 谁输掉谁将会结束 这个CFS之旅 看WE的几名年轻选手 能不能挺住 第二门刚才露点 露了那么多次 甚至还要打第二门 这时候转点是不是更好 其实就是说 给予你这个选底 这个狙击手的压力 因为其实机枪在这个点 因为你不是说国服 我们是大炮或者怎么样 你要打的 我拉伸位基本上都是凤 对 我即将打你 其实是稍稍有一些优势 没错 这样的话看一下时间还有一分15秒 WE这一把又是要来进攻一二门 三把步枪 桑尼的话应该是三个管道 对 一二门配合管道这边 是 而且三点这边 就是 B2是放了一名选手 大米完全都双杀 反正步枪之后 被桑尼补掉 二打三 发现了桑尼的位置 这边安可占了一个备身位 直接在烟雾里头 找到了这边的桑尼 仅剩冷冷一人 一个三点 全程冷冷在排毕根一时的点 是没有看到我的 打了一个安可的腿 40秒的时间 他的身边是没有积极 这个步枪可以换的 可是被打 直接被爆头 那这一把的话 大米是立下了非常不错的功劳 其实主要是冷冷在排摸毕根一时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助力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WE在执行一波战术的时候 他把道具一扑 其实老干爹这边 反的道具反的也很快 是的 这边一看你封这个卷底烟之后 我这个A控先反击和闪 而且大米已经来到卷底的位置 立马就是说准备 给A控的队友帮枪 对 那下半场的话 WE现在是7分 L局是9分 拿到了局点 下半场这边发挥最好的选手 应该是我们的 调调八个击杀的入仗 而且调调在下半场的话 好像步枪跟狙击都轮换着上 对 看一下最后两分 其实WE在进攻的时候 可以在 刚才他的进攻方式 就利用自己的道具 去骗一骗这个保卫者手点的道具 比如说就像刚才的这个进攻 一封卷底烟 A控的闪光就出来了 他可以尝试去用这个先锋卷底烟 先把这个A控的这个闪光骗出来之后 在第二时间再去做这个卷底的动作 重新打一波 这个其实效果会更好一些 更好一点 那么看到现在呢 是三名潜伏者 已经来到了比根市 准备进了 但是 借助烟雾弹的掩护这边 帅风其实已经进来了 是 调调也是意识到了 所以一直在看B2 对 因为毕竟有烟雾 这边有盲点 看到了二楼的帅风 直接打掉 对 那B控也不太好过了 现在是一个4打5 时间已经不足一分钟 老干年是直接把A控的位置放了出来 管道前点是断 但是 这边其实管道的小离啊 也不敢随随便便 从管道中段跳下来 A包点话是子龙和小九 两个人的交叉火力 算是顶到了A大楼梯的前面 卷底 这边小离 要被打背身了 稳稳地收掉 走廊的同步 也没有打过 里面外的楼廊也被打掉 那这样的话 我们恭喜一下 老干爹是以10比7的比分 率先拿下第一局的一个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 那双方在第一张地图前提 也是由我们的LGD10比7的比分 战胜了WE 获得了第一张地图的胜利 其实上半场的比分啊 是锁定是4比5 LGD是落后一分 但是他们之前在打这个 其他的三支队伍嘛 在晋级之路上 也是都打了前提 当时就明显能感觉到 他们保卫者会打的 比前赴者要合很多 而且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下半场作为保卫者 防守得也是十分严密 最终比分10比7 这个领先三分打得 也是非常不错 他们保卫者其实 我觉得首先 顶防就顶防了一次嘛 大部分都是保守的防守 这种防守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考验配合的 对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 在担任保卫者的时候 老干爹对于WE相比之下的话 还是显得更老道一些 首先他的这个常规防守 就是说防守可以说是 孤若金汤 另外一方面的话 在这个节奏的把控上 这个他比如说 突然的一波前顶 而且就是说 他跟这个WE WE其实也有做这个前顶 而且想给人换人去打团局 但是这边老干爹的架枪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的 对 那这样的话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我们看到上半场 其实冷冷的发挥 非常的出色嘛 但是到了下半场 反而掉掉的手感 会更好一点 他有进行一个这个机枪的 就是自己狙击 比如说狙不到人的时候 会换上步枪 步枪也是完成了 一个非常不错的击杀 然后再换上局 这种场上的这个局势 根据局势来变化自己的枪线 我觉得掉掉今天的发挥 也算是可圈可点 对 而且其实对于WE来说的话 我更想谈谈WE的这个方式 其实他们这个 这两天的比赛 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个 经验之处吧 让我们眼前一亮 但是其实他们的一些东西 这个战术体验 包括我们刚才的比赛中 谈论的这个 有一些要需要 就比如说片刀剧这些方面 如果做得更好 我觉得他们应该 可以变得更英雄 是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这场比赛 第一张地图的MVP 给到了安可 我们看到他的总计杀 是19个人头 战损比是1.6 安可一直都是 队内的这个枪法担当 大队局的选手 那今天安可的发挥也是非常不错 不过相较于昨天来说 我觉得今天小离 我觉得还可以打得更好一点 对 WE这边的话 就持续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说 比如说 尤其是担任潜伏者的话 就是他们在骗刀机这个时候 他们其实 思路很明确 但是就少了一些多样性的 比如说阳光 包括一些强点 就少了这些东西 去看一下 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就绪了 已经 尤其是 我们看到这个 双斗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进入第二张地图 一遇小城 好的比赛开始 第二张地图 一遇小城 上来担任潜伏者一方的是LGD 担任保护着一方的其他被益 第一张地图呢 潜艇是由LGD 获得了大比分的胜利 大比分是1比0 这边进攻就很果断 第一时间先抢了一下B 发现没有潜顶的保卫者之后 但是全员扑示这个B层的这个点位 这边桑尼好像已经发现了 但是直接被这个 第一的潜伏者直接打掉 看一下正面的这边 这边的交火 小黎抓了一个时间 打两个被身 三个 再配合帅风的一个击杀 那这样的话B包点稳稳守住 等一下小九 哇 这一波小黎真的 小黎这个时机抓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这边潜伏者是没有亲过酒吧的 在抢呢打掉桑尼之后 这边还是很多人要把注意力放在酒吧 跟正面这个位置 刚好就是这么一个时机 小黎直接通过自己的身法 过得力不三杀 没错 所以我刚刚看小黎是用自己的身法 跳到了这个箱子上 基本上当时潜伏者 还没有准备进闭包点 还在侦察酒吧 他说在进攻的时候 一定要及时将自己的阵型散开 多多占据一些点位 看一下这一分 上来的话吊吊也是被打掉 这一把其实很难得 对于冷冷来说的话 前几天比赛在铺念 比如说白杀这种队伍的时候 这个一想在小到 想去打手杀的时候 这个就会看到 烟雾弹 那我们看到这一分的话 两位应该是 已经三杀了完美的这个 这个 不敢拉了 那你刚才坐在箱子后 也是被侦察到 那这样发这一分 又拿下一分 那看下这一分啊 上把也是通过冷冷在A区的一个镇守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守住了A包 那这一把的话冷冷是换了自己的位置 先来架下中路 对不管是说是这个在潜艇啊 还是来到一小城啊 这边基本上冷冷这个点啊 就打的都是比较激进的 就想第一时间通过自己的这个激进打法 建立起人数优势之后 然后再多打手 对 局部多打手 老干爹在拿到A大的控制权之后 清了A连 还是我要来一下B1 嗯 这边有看到 直接去掉了这边的吊吊 知道 反应可到去 全身而退 但这个时候桑尼在 这个A房啊就提高了警惕 因为毕竟冷冷给的信息是你中路其实要过人的 对很小心 对 因为 默认的就是掉掉在排杀的同时旁边肯定有带保镖嘛 对 那掉掉B7杀的话 那中路的潜伏者顺势而上 打中路也是非常有可能 所以说我们看到现在是这个 呃 潜伏者 两个人过来排摸一下酒吧 两个人继续这手中路 酒吧拿下之后 这一波完全可以打一个包夹壁区 但是反观 保卫者这边 反而中防了A区 比较微距说第二时间老三天一波爆 能多打人少来打这个A区 对 这边必须更多就要打回房了 看一下嗨嗨这边 就这个 忙得过来吗 这个 发现了这边的无难 这边必须要打回房了 哇这样的情况下 秒了两个 第三个 而且自己还吃了一个闪光弹 打了包匪之后 剩下小九一个人在B包店 也是被打掉 我这个 其实从他的微操来看的话 我已经觉得有点忙不过来了 但是 这边嗨嗨啊 还是够住 这个就是 惊人的瞄准天赋了 其实嗨嗨在 作为保卫者的时候 经常有 一一第二 一一第三的实力 也能打出来这样的操作 就是非常顶级的瞄准技术 比方来到了零比三 那这样难题就留给 前步者了 三把进攻都实力 A也打过 B也打过 如果这一分再拿不下来的话 其实很被动啊 这张地图 一个高闪 倒就都铺开 A包店两个人在二楼的防守 二楼大米第一个 没打过 小丁完成了双杀 一往二 但是这边长踢 这边帅风是没有拼过 还好 对于老干爹来说的话 这个局面 非常可以接受 是的 两个人的回方路线 都是选择后路 并且脚步飞 非常地迅速 冷冷已经架到了前点 架好枪 闪光拖你时间 而且知道这边冷冷 非常有可能拿狙 冷冷刚才有想 你还回头看一看 来破误 三人主动选择一波拉枪 先击杀掉这边 还还仅剩冷冷一人 再投掷烟雾弹 其实这个鱼弹量的一个利用 非常的合理 这背包有的但是 哎呀这个没知道 对 很难受 很可惜 看到他了 我不能开枪 看到了这个背包的像素 没忘了 是 我刚才终于结束了自己的得分王 通过这个抱团 H的一波爆弹 我刚才再看了一下 桑林那个位置掉的有点可惜 因为他很想补帅风这个点 想把长期的人清掉 但是自己的侧身就暴露给了旋转楼梯上的人 对因为其实第一时间的话 小黎已经换了两个非常的转了 这边帅风如果说是 能拉的回来的话 其实人数优势就很大 对 拉回来打第二波 也不至于打不过 那这样的话 就来到了1-3 WE是选择了一个战术的一个改变 98顶到 对 让冷冷 这边是一个单A 总结的兵力是放在了B区 这边帅风是站了一个 很讲究的一个位置 但这个枪口是不能再往右边拉了 很容易露出来 对 他这么站的一个目的 就是怕这边潜伏者 低着头 这个顺势上中路 是 实际上这一把 潜伏者也是盘踞了中路 凭借掉掉的一把狙击 在B层去排点 其实这个点 就怕的就是说 他站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A连都会打到一个体现量 就穿这个点 如果这把要包扎BG 其实潜伏者比较不好打 因为 98的人特别多 有的时候潜伏者 清完98前点的 比如说小黎这个位置 但是98后面还有两个 对 看能不能意识到了 前面这不太能想得到的 小黎 发现了 小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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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换一 桑尼这边没有打过 但是这样也还可以 因为给嗨嗨创造了一个输出空间 是 嗨嗨这边拉出来 完成了两个低杀 哇 这一把是一个非常灵性的防守站点 让潜伏者万万没有想到98这个方向 守了三个人 对 因为其实往常的话 如果要是反架的话 第一时间可能就是 这个98的窗口啊 来观察L点 对 没有上98的这个潜伏者 第二时间就是98的这个楼梯 可以反看比一 来做一个反断 是 没有想到这边保卫者 做了三个人 对老大内来说的话 只能认了 那上一把进攻 比一层并没有成功 这一把还想再来打一把 确实是 刚才上一把进入你的拳头 你不能把把都这么站吧 看下开开 上下交叉火力三个人 直接将他秒掉 5打4 第8点可以成功占据 反倒3次 那这一局的话 全部的优势可以说非常大了 嗯 守包 5个人满状态 并且CC安放成功 而且投掷物很多 是 B包点的地形也非常的紧张 道具要不停的互换了 看一下保卫者的回方路线 正面战场非常多 桑林这边是凭借自己的个人实力 虽然完成了双叉 也是无力回天 不停的 LGD是成功 再下一分 一分来到了2比4 目前担任保卫者 WE啊还没有用出 这个在昨天碰到白沙的时候 用出的大招啊 哎 就是中路跟A大打同步直接做潜顶 是 看看等一下最后这三分 他们会不会祭出这个战术 你这么别说 如果要是中路要做潜顶的话 很大概率能遭遇到潜伏证 而且他们在做这套战术的时候 他们这个道具其实真的非常的讲究啊 是 哎 这边 他们的这个拉枪 散的最后一刻是打掉了这边 A大横拉的无难 对 A大横拉的迅速转点 加在了B房 对于现在落后的老干爹来说啊 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看到上半场老干爹拿下的这两分啊 都是一分在A区同步 进攻的时候拿下一分是在B区 就是刚才那一分 五个人成功去B包点安放C4 必须要保证自己的人员 因为上网并不是很大 然后下了C4之后手包 拿下 上半场对他们说比较难打 掉了在今天比赛中其实冷冷这边又是来到了比包 我第二个 掉了第二个 我感觉他还 啊 拉了他上线上头啊是 但是发挥已经很出色了 看下安可跟吊吊 主要是吊吊这把狙击架在辟邪坡 如果能率先拉掉一个 呃保卫者的话这个方式比较大 但是 没想到小驴就变太重了 就对比一下今天这个 双方的狙击手啊 吊吊的确实是发挥的有些欠佳 不过 呃上半场的话有的时候进入不到状态 下半场的话能够打回来也也可以 你说所以第一张地图的话也是 呃下半场的话掉掉的这个实力带飞嘛 对你看现在冷冷就很有自信啊 就是 想怎么下主战 主动求战 我就是觉得我有那个能力拿到手杀 哎这把有烟了看不见了吧 杀了 没有烟 所以看到冷冷 比如说刚才在B区获得那波双杀 如果说是像这种 就他 确实就是现在跟这个 比如说跟绿豆做对比的话 他就是少了一些冷静 你看打了两个之后已经很大优势 再等一等队友的话 其实 这个赢的概率会更高嘛 对 因为毕竟有人人数优势 这个你要像绿豆抽一枪 可能就直接就跑了 等队友再做回防 会冷静下来困他 对 其实冷冷如果把这点再完善一下 会更加出色 打下中路这波拼枪 第一口 哎这边是A连配合中路 前面是成功的拿下 对还是老干爹的架枪更稳一些 看到这是冷冷的 比方做了一个位置的一个呼唤啊 是绕到了一大 打了两枪之后 给了吴南一个假枪看一下这边断后的 有没有能意识到 哎这边吊点还看见了 吊的还是果大的出来拉一手 还是很小心啊 双方拼搏枪法 这边小离再不动的话冷冷 就已经拖过来 但是吊到这边拉枪也是看到了两个人 那这样的话冷冷这边一换一 枪很到位 还是心里有这个点啊 再看屁股 如果说刚才那个位置让小离抓到这个时间啊 太少了 直接秒掉了这个冷冷呃 秒掉了吊吊的话 那这个残局是 是能打的 我交换比分来到了3比5 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最后一分 哎这一波看一下 开车了 但是 we 这边其实一个重位啊 这边只要顶着眼走正门吗 而且这个脚步声好像也漏了吧 道具也没有投掷 那直接是 这时候没有探枪先扔道具 正门的回防来得很快 这一把的话前部的实际上打得出气不易 但是没有想到A包点是一个重防 并且的话在进攻A区的时候 并没有运用这个道具的投掷 脚步声也没有怎么压 这分感觉有点冒进了 对6比3 那这样的话上半场 we 作为保卫者的话是拿到了6分 稳住了3分的领先优势 而且全场 光看数据的话 冷冷是 上半场当之无愧的 发挥非常出色的迷迷选手 他其实在一些架点的狙击位给 老干天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早知老干天很多突破手的话 再去排点都要想的很久 排得很仔细 而且最近几天冷了 基本上这个空枪率就很低 基本上开镜就能打到人 是 而且自己单兵镇守的能力也很强 反感这个潜伏者上半场的LGD呢 在进攻上 其实这三分拿的 只有一分我觉得非常出彩的 就是五个人去RashB包点 打得非常的同步 那一分拿下的话是 自己的配合也到位 道具也用得非常的得当 看一下下半场 双方角色互换之后 老干爹这边 因为知道 第一张地图的时候就是潜伏者 这个保卫者WE 是领先的吗 下半场就是担任潜伏者的时候 打不开局面 老干爹的保卫也是打得 非常出色 是 虽然说现在一个三比六啊 但是我觉得老干爹应该 还是很有信心的 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慌 因为第一张第一张大图都已经拿下了嘛 所以说现在要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下半场好好地发挥 我们看到下半场攻守破坏 冷冷确实这个点 现在WE就是直接就放开冷冷 你就去吧 你就不敢当你保卫者还是潜伏者 你就第一上去 就是军人 我们相信得个人实力 你能打赢就行 你打不赢 我们四个机枪再继续抱团打 没事 打不赢就是真的 你就去吧 对 我觉得在这一种团队里头 这个队友给你这样的信心 给你这样的信任 你就放开打 一旦建立起信心 真的会越打越好 那来到下半场的话 我们看到保卫者这边是顶防的酒吧 两人手A 两人手B 大家话中路的防守还算是比较薄弱的 只有二号位的大米 得来回跑动式的防守 冷冷 中路突破 拍下A防和B防的点位 这个队友还是比较少啊 不敢在这个地方久留 其实我印象当中 吊吊一时一直是一个 这个打局非常有侵略性的打法 一把狙击 但今天这两张地图看下来的话 我觉得冷冷的侵略性更强 我要碰正面了 这个都是第二时间啊 双方的狙击手照面 好像难得有几次啊 对 非常少 对 这边还要打 吊吊还在架 如果吊了这边 又打一个 自己还能 哎 打了三个了 终于被捕掉 但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四打二了 相当不够了 中路单点的小蜜 秒到一个 我都在看眼一脸 这个时候就是 赛西斯的骚凝赶紧撤退 对 赶紧先跟队友抱团 如果说是这边 老根爹的人都在井家的话 直接来铺这个B包点 包掉落了 这个小蜜残局就不太好打了 转点的时间不够 那还是要硬着头皮打B 如果现在B区的话 安可这边 好 完成了双杀 安可的这个枪法非常的狠啊 通过安可以及 吊打的一波爆发 老根爹拿下下半场的第一分 毕竟人家是上一张地图的MVP 而且今天比赛进入状态很快 看一下比分来到了6比4 看一下宋嗨嗨这一波 嗨嗨 顺势已经摸到了 这个桥头跳点的一个位置 大米 这边也看一下枪头 枪头 对 那锁定98也没用 直接被收掉 这样他98的防守直接被击溃 可是我们看到 大溜还是非常的有 关键时候中了一下 小到这个点子楼 小到 还算顶住了 而且还能退回去 如果刚才小到这个子楼没有打过的话 那A包点直接沦陷 嗯 那如果要是子龙要是 没有打过的话 跟 大杯进攻A也可以 进攻B也可以 来到这个 人数建立起优势之后 5打3啊 然后WE就因为自己的 我们看一下子龙 年性不够高 小到 我们先看 嗯 怎么应该是完成了一换二 海海一个残血的一个血量 下了 冷冷这边 哇 这边空腔了 暴露自己的位置 冷冷现在很难受这个A联子啊 稳稳地被吴南这边打掉 对 但是也拼了吴南不少的血量 剩下 海海一 一 V V V2 吴南给了一个假视角之后 立马选择跟这边A大的 掉掉 选择抱团一起从 A正面回防 对 刚刚我说 呃 选手在阵亡之后 这个屏幕会直接 黑掉嘛 但是黑掉之前也是能 有1秒多的时间能看到 对 看到这个走向 是 3打5啊 1分 来到了6比5 感觉换到这边保卫者之后 LGD有想翻 就翻分的这个石头 那WE就是这种 就是 他第一时间 他完完全全有能力吧 这个人数优势建立起来 但是 一段时间 5打3 嗯 就一点一点造 其实刚才在酒吧 帅先打掉两个酒吧 防守的保卫者 那个时候是不是顺势禁闭也会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时候可以就是 现在大部分的队伍就是 选择稳靠 一定要稳住 对 因为对手更着急的 对 对手要么堵点 要么就说第二时间 哎 来来排查 对吧 我 只要卡好点 我肯定人多打人少嘛 而且你还要去搜点 就相当于角色直接互换了 我守一个点你来摸 没错 那张花看一下这一局 这局上来的话是 占据了A大 但是我们看到A包点的防守 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密 不仅形成了上下交叉火力 小力这个位置 直接出两个枪口 二号位的大米 其实才是真正的输出位 打掉了第一个 咱们有想到正门 如南能不能打到第二个 没有 调调又换成了自己的步枪 傻光弹 打掉了包匪 剩下桑宁 调包了 这边调调还是稳住了 换起了自己的步枪 也是非常的犀利 那我们看到这边比分 安可笑了 比分来到了6比6 那对于W来说 现在就是有点难了 看到这样的比分的一个变化 W的心里就会有所变化了 所以只要下半场的话 能了相较于上半场 他其实开局 抽人的次数变少了 对 因为保卫者这边 基本上不太给你这样的机会 不太漏 对 这招是保卫者 他还有一个赌房 还赌队了 感觉双方队伍有点相像 所以说现在对于 所有的队伍来说的话 拘手这个点 其实非常非常关键 就是你要看你这个 拘手的一个机枪攻击 如果你机枪攻击很强的话 换机枪跟队友去打 这个五个机枪的一个战术 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要把这个机枪的联动性 补枪性就提到最高 没错 那这样花时间一分半钟 212的防守阵型 大名应该是 比较擅长手中路的 手中路的这边套路也比较多 帅风手上的一个道具 这是风 两个B1 加钱收到了大米的这个闪的阻拦 这个点又被吊掉 在比较的位置抽掉 这样的话B1仅剩 这边还是叫了嗨嗨 对哦 吊掉真的很刺激 他手B1层这个点位 他其实哪怕是调到的优势 他也不会说轻易的去转变 还是要去搭B1层 我们要把B1层的清空 连拿4分了 作为保卫者 这般的话 W也是想进攻 这个B1层配合中路 想包下B区 结果没有想到 本身中路 一波就没有怎么拿下 B1层的话 还遭受到了掉掉 这么狙击的出色发挥 对这边W1 比分反超6比7了 这边W1又担任潜伏者之后哑火了 啊 拿不到分了 而且现在老干爹知道你心态很着急 你看一上来的话就会赌位 这种战就怕你打一波流 因为你拿不了分了 我们依稀记得这个W1在碰到白杀的时候 昨天的比赛当中 就是在拿不下分之后 这边W1就会选择去Rush一波 强给你去拿分 孤注一掷 但是现在会不会有点太晚了 因为如果要是Rush一波失误的话 那比分6比8 那就 因为现在老干爹完完全全 我常规防守完完全全能打得过你 我不用做太多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6比5 不用顶防 6比5 6比6的时候 那个时候Rush一波可能会收获奇效 对 其实这个时候主要还是看一下 这个场上的一个局势 对 其实 老干爹这边就很明确 我现在常规防守打得过 我波扣回防我枪杆也比你好 你现在要很着急 W1又陷入了一种窘境 3号位的潜伏者应该是在A区做骚扰 重点进攻B区 这个时间的话转点也不是很可能 要是熟悉的一分钟节点 对 那B包点的防守呢 是两个人守中路 B包点是完全放空 这把大概率是要打回防上 对 B房跟A房是两名保卫者 这边潮通直接是被打成残血这边帅风 老干爹四人直接回到了B房以及B包点的位置 哇 这个回防速度太快了 但是W1好像也因为 这个时间哎 对 因为自己的暴露啊 直接就选择来转一波点 留下了这边冷冷一个人来打动静 我被成功打脸 但这个时间有一点点太仓促 看一下这个 闪一出手 子龙这个位置根本就不敢回防了 A房点回覆 官方飞刺 这个临场的调动可以说是非常的紧 哎 那后路打了一个旋递的一个漏头位 看一下 4打5 道具 今天无难说别等对面风烟 这个是一个很正确的思路 还准备是完成了双杀 三打三 秒到第三个 我还是因为第一时间的交火啊 有人输优势 拿下了这个残局 他还已经很尽力了 这把的话也是不得不夸赞一下 LGD作为保卫者这个 转点的速度相当神速 就 潜伏者盘踞到这个酒吧 还没准备进攻壁区的时候 当时壁包的已经形成了重防 然后再在最后的极限时间去转 哎 其实 保卫者已经能做到心中有数了 你20秒左右不在壁区外围 那你肯定打一了 直接回防后路也是特别的及时 对 那这分也是很可惜 像刚才这一分的话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无难的 听不追就我们听到那句话 就是不要让对面风烟 我们直接就回防 先看一下这一波 比方来到6比8了 子龙没有意识到这边小道直接会上 是一个闪高大红组后路 上到三个人 A宝点拱手相让 是 严为风上 这局非常有机会 W1非常需要这一分稳住心态 后路要突烟了 把烟走到这边正门对枪没有打过 那这一波很难出来了 看一下 你打啊 这边要打了 知道屏幕最后一个 没有问题 W1这边 这个时机抓的相当相当好啊 但其实这边 也是我们 讨论到的 这个就是W1的 一旦得不了分啊 这个就喜欢打快的 去抓这样的时机 那这样的话 W1是 这边拿下一分 比分来到了7比8 状况就下差一分了 哎 这边闭门的位置 看一下 B桥 三架 其实是 一个一换一之后 还敢拉正面吗 门背后的这边大米 跟桑尼 W1的4打3 酒吧里还有一个无难 被打的话 保护者是 酒吧酒吧 桥 往到闭门 直动球战 但这个效果 等到了这边来帮忙的死龙 对 而且现在桑尼跟小黎 都是一个 一个半血 一个残血 对 血量不是特别健康 这边子龙要跟无难 来拉正面 先打掉这边小黎 仅剩桑尼一人 桑尼的血量也不是很多 拿一分 这场的话 对于 还有GD来说是拿到个赛点 对 这边无难稳住了 这个很关键在酒吧的一个位置 直接先把关键点位让你 而且还是让你知道 你打到我了 你仰不仰 你来抓我 其实我背后还有一个子龙 嗯 你看这边 中路侦查到了调调的位置 直接打掉了调调 我看一下下半场的数据啊 调调这边下半场的确发挥 非常的出色 11-4 由于就是说 现在老干爹也是知道 你冷冷 对吧 打包护的时候 喜欢 还先来找手啥 我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我就不漏 建立起 建立不了人数优势之后 W 显得有点茫然 而且下半场的话 LGD是频频使用赌防这种策略 光三个人制守A区的话 应该有 有好几次了 非常怕 这个就是非常有针对性 知道W 有这么一套东西 这边正面 选择直接A区 强行拉 给你人换人 A们右手两个人 两个交叉狐狸 打掉第一个 有没有想到第二个 完全没有想到 大米能打几个 这边大米是完全的双杀 哇 这个屁股 安可很可惜啊 如果把这边包肥冷冷打掉啊 这个打成一打一就很好了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边冷冷 其实带包直接来到了 A警察后路的一个位置 安可 能不能意识到 一步之遥 好像已经听见了 意识到了 这边还是个包肥 怎么办 但是我们看到小黎这边补枪也是非常的迅速 太可惜了 这个残局对于老干爹来说 换句话说的话 其实W也是稳住了 嗯 看看W 能不能拿下最后一分 将比赛拖入到加实赛当中 这边中路的一个提速 三人 桥头这边 吊吊吊 打掉了第一个反应客道具 小黎在三楼 三个人从锦架回房 这边桥头的吊吊根本不怕 因为其实包点还有一个安可 如果潜伏者选择退到后点 三楼的小黎这个位置 会不会为比赛埋下伏笔 这最后一分 压着的脚步现在已经漏了 小黎已经非常准确的知道 B防是有一个的 对 因为没有队友的掩护 小黎还是要担心这边保卫者会爬向三楼 因为现在其实保卫者在回房的时候特别怕这个点 包匪这个走向路程有点遥远 对要看一下潜顶 没潜顶A大 但是其实现在老干爹完完全全独毙了 B防点四个人 而且似乎有的子龙也是很 打掉子龙 而且发现了酒吧有别的潜伏者 还秒掉一人之后位置被锁定 而且血量非常低 二打三 三楼的小黎终于跳到B防点 能不能打掉吴南 二打二 这个很关键 吴南也很聪明直接先跑 主要两个人身上还没有C4 小黎已经观察到了两名保卫者的动向 对 C4掉在B1的一个位置 也好 小黎这一把的话需要 多做一点贡献 因为现在他的血量还比较不错 他还准备是捡了C4 来到了B防点 对 这把重点就要看小黎了 看他的血量 非常低 看一下这边五号位的保卫者 完成了上杀 这样的话我们恭喜啊老干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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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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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